我的奶奶她老人家 是在中华民族的媒婆史上 留下过璀璨一笔的人 好像有点藐视 别好像 谁也瞧不起媒婆 现在说这个话 媒婆没有什么 那是今天 今天允许自由恋爱 大家别忘了 现在刚才我说 说奶奶大小伙子 不会搞对象 这说出去不是笑话吗 现在搞对象 还用人教吗 现在这不是单位上班 这是作为小伙子 没媳妇 这是作为姑娘 没男朋友 还用教吗 不用教了 现在这小伙子就知道给那姑娘发短信 今天晚上 我请你看电影 你愿意去吗 色戒 完整版 人家姑娘带着看这电影干嘛 姑娘也想看看 那时候这电影不流行吗 你有这个脑子吗 没有 咱还甭说解放以前 谢老师 您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年以前 你走在街上 哎呀 看这姑娘长得真好看 你敢把人拽到这说两句话吗 不敢 那年头好 说的就是啊 咱们中国讲究父母之命 还有一句 没朔之言 那年头还真的有介绍人 要是没有我的奶奶 中华民族何以繁衍 合着你奶奶就是新兴医院 没有我的奶奶 中华民族的媒婆屎 就不称其为屎 那是粪 没有我的奶奶 中华民族的媒婆屎 就不称其为戒 也叫窗 你怎么了 不是 说了半天 就你奶奶的 你怎么骂街啊 没有 我说你奶奶的 你奶奶的 我不是这意思 我说你奶奶 你奶奶的 这话怎么 你奶奶 他老人家 我就问你啊 我说你奶奶 这词就得这么说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就得这么说 他老人家 你奶奶的 我还 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 我就问你奶奶的 这些事 你怎么知道 有家谱记载呀 您等等 家谱还有记录 白纸黑字 您赶紧说说 上面记载的事情 如果放到今天 我可以说 诸葛亮活的现在 都未必能办得成的事 我奶奶都能办成 您说这老太太啊 你你 据我家家谱记载啊 您说 这话说得是解放以前了 嗯嗯嗯 在咱们老北京城 有这么一家 这一家有三个闺女 大姑娘 二姑娘 三姑娘 三个姑娘 在解放以前呢 她这个结婚的事 谈得早 是 16岁开始给说亲 说到22岁 三个姑娘 没有一个出格的 没找到人家 说这姑娘长得不好看 啊 不敢说是倾国倾城 那也叫花容月貌 这姑娘行了 这家没有钱 啊 不敢说是敌国之父 也叫大富之家 这撑点什么了 可就是三个姑娘 没说出去 为什么呢 三个姑娘特别的好 感情上近 嗯 从小到大 姐儿仨没红过脸 没打过架 我处得好 姐姐拿这东西 正在看 妹妹们从来没抢过 哦 妹妹拿这东西 正在玩 姐姐们从来没要过 姊妹关系好 长大之后 要嫁人了 三个人发愁了 为什么 嫁人 嫁人 嫁到谁家 是谁家的人 那年头就这样 姐儿仨就算分了家了 嗯 就算以后死 都得跟着人家家埋 对对对 姐儿仨舍不得 不乐意分开 跟爹妈说了 我们要嫁人也可以 我们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我们要嫁 只能嫁进一家的门 哦 进一家门 就说这家 得是哥儿仨 哦 但哥儿仨 咱可得说好了 它得是哥儿仨 它要哥儿四个的 我们可不嫁 这怎么不行呢 它多一个轴里 这是外星人 哦 不好处 哥儿仨可是哥儿仨 上头有姐姐 下头有妹妹 这我们不嫁 这怎么也不行 要么有个大姑啊 它要么有个小姑 呵 这条件 家里太有钱的 我们不嫁 怎么呢 人家财主比咱们家大 咱们嫁的人家 这叫攀高枝 看着人家眼皮过日子 一辈子受气 哦 这不行 家里没钱的 我们不嫁 没钱也不行 男的不能挣钱 我们打娘家带钱 去过日子 越花日子越穷 呵 男的长得太好看了 我们不嫁 好看不行 出了门 咱看不住他 哎呦 男的长得太寒碜了 我们不嫁 怎么呢 看不下去啊 别费劲了 谁也嫁不出去啊 要是你 你能把这事办成吗 肯定找不着这条件的 我奶奶就给办成了 你说你奶奶 哦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 这怎么给找的呢 在城里边就开始打听了 北京就这点地儿了 问来问去 没有合适的 是 当时北京又不大 咱们在四交五线找一找吧 我忘了 看一看 找吧 找来找去 找到 今天叫通县 当时叫通州 哦 知道通州 有个张家湾村 哦 在那找到了一家 是啊 大家要是不信的话 咱们散了场 您出了这个张艺园这个剧场 您打这马路出去 拐到友谊医院这儿 您坐五十九路公交车 嗯 坐到王府井下车 您坐一号地铁 坐到四汇 换八通线 坐到土桥 然后坐九三八支六四站 张家湾村 好 好 我说您是不是在那租的房呢 他怎么会 家谱连地铁都写上了 还什么八号线 是 八通线 八通线 什么还四汇站 那那年头有吗这都 这不是我为了让你听得清吗 我说赶车去 您往哪走 哦 让我明白这地方 我这不现在说 大家要是不信 出去到那能找着吗 张家湾 张家湾村 哦 行了我们知道了 接着说吧 在那儿有这么一家 亲哥仨 嗯 哥仨不分家 长着一个买卖 哦 大爷呢 掌柜 二爷管伙计 三爷管货的进和出 嗯 上无三兄 下无六弟 没有姐姐 没有妹妹 哦 连爹妈都没有了 这条件可太好了 姑娘过门就当家 那这不就成了吗 是啊 要说到这儿 它不就成了吗 啊 差一点吹嘛 这又出什么岔头了 哎呀 这哥仨呀 多少有一点啊 小毛病 您说这哥仨什么毛病啊 毛病都落在右腿上 哦 腿脚不利索 对 哦 大爷这毛病啊 落在右腿的膝盖上 咱们这膝盖啊 能弯回来 还能直过去 大爷这膝盖 这辈子也不能弯回来 他只能是直着的 那要走道呢 要走道呢 这条腿现在抡出去 哎呦 明白了 哦 行了行了 您别走了 我明白 这是大爷 大爷 二爷呢 二爷这膝盖 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他毛病在 毛病落在脚面上 他是 咱这脚面能抬起来呀 还能把它崩平了 他是怎么回事 二爷这脚面 这辈子呀 也抬不起来了 只能崩平了 二爷要走道 走道这脚 先着地 哦 行 接着介绍三爷吧 三爷这个膝盖跟脚啊 一点毛病都没有 毛病在哪 在这鼓鼓头 跨过这 他这腿抡不出去 只能拖着 到哪去 捞得这样 行了 行了行了 您就到这 说了半天 我明白了 这是点脚画圈 拉拉胯 就是腿脚不利子 这毛病哥 咱就全了 是不是这意思 大伙想啊 就那个人家 说长得不好看了都不给 这能说一眼不看 就把闺女给你送过去了 肯定得香姑爷 人得香一香啊 是啊 人得看一看啊 见面吧 人提出来了 我们去看一看行不行啊 等人串个门 是 穿门倒是行 怎么穿呢 这四位一对俩 老丈人一看这哥儿仨 哥儿仨一看见老丈人 特别激动 大爷这样 二爷 三爷 好好好 怎么老丈人吓跑了 不得 老头要跑了 他们仨都追不上 康萨也有主意 我爸赛 不比啊人家 非给老头赛纳干嘛 他不想成吗 他怎么办嘛 你就说吧 那怎么办呢 他也得让他见呢 本家提出再理啊 什么啊 老爷子 我去他们家串个门 我看一看 这合理吧 这行 那当然没有汽车啊 就讲究大二车 没错 老爷子 赶车 我奶奶陪着坐这边 赶车 到那了 去之前 我奶奶得事先嘱咐 嘱咐好 得迎合着 安排好了 你比如说 到这了 把老爷子掺下来 得喊一嗓子 叫屋里知道 我说 看看谁来了 喊一嗓子 里边就明白了 他事先安排了 对对对 扶着老头往里走 按说不得 你想想晚辈见长辈 怎么也得迎出来不是 应该这样 站着说话 不要 咋 那么赢啊 不 这 这让老头看出来了 对啊 一进门 哥儿仨一看老爷子来了 呼啦 都站起来了 刚要卖腿 还没卖的时候 我奶奶的作用 就起到了 说什么呀 哎呦 太客气了 你看看 都坐着 都坐着 将来就是一家人了 我给老爷子 搬板凳 搬个板凳来 让老爷子坐在这 哥儿仨都坐在这 聊天吧 言谈举止 这么一说话 你想啊 家里涨这么大的买卖 这个举止言谈上 不会有问题 都念过书啊 简短节说 聊了一个来钟头 老爷子也觉得 挺满意的 是 这个天不早了 今天就打扰到这了 我就回去了 是 走了 你想想 这哥儿仨是不是 站起来松一松 那这是老丈人吗 巧妙就在这个地方 怎么 大家琢磨啊 这人要往外走 肯定是脸朝外 是背朝里 是 对吧 后边发生什么 你可看不见 对对 出了门 你再回首说再见 对对对 这是 都那样 我奶奶 掺着老爷子 是啊 奶奶我掺你 你看着门槛 对 夫老爷子低头往外走 哥儿仨抓紧时间 往前倒 扶着门框站好了 知道了 老爷子下台劲回头 那行 我走了 我奶奶 行了 就送到门口 多一步都别送了 对 多一步就露出来了 剩下呀 我就跟老爷子回去了 是 行了 走了 上车走了 这事行了 没看出来 这就可以了 要说到这不也就成了吗 倒霉倒老太太身上 老太太心疼姑娘啊 回来听老爷子一说 家里买卖 哥儿仨言谈举止 都挺好的 老太太一想 你看你这 说的你真是我心里挺痒痒的 咱们姑娘到这个人家 真是不错 是 她无奈有意见呀 你瞧见了 我没瞧见哪 哦 但是老李啊 还真没有 我说未来的岳母 我到人家相亲的 这个理由 这还真没有 对对对 怎么这 我不瞧一眼 我心里不踏实 惦记看看 毕竟姑娘是我身上掉下来的 是不是 老爷子一想 那这样吧 咱们把他们仨请咱家来 咱也别说是这个相亲 回头成不成的 与人家面子上也不好看 这么着 咱们多请些个人 咱们把这么这个子职啊 我的一些学生们都请来 咱就说 以文会友开个笔会 哦 大伙见个面 写写画画 吃吃喝喝的 哦 这行 成不成的呢 也不要紧的 哦 你怎么办 那就来吧 这有什么 这话说 那就来 怎么来啊 三 不不 这绝对 那好 好几十人呢 一百多只眼睛 是 在这看着 你猜猜我奶奶的多大主意 好几十人一百多只眼 眼看着三人寄院 没有一个看出来三人是瘸子的 你说你奶奶 哎呦 看了人家 看了人家 这主意够多高 您赶紧说说什么的主意 事先都安排好了啊 都交明白了 嗯 还有这大车车 哥仨赶着 老大呢 赶车 老二坐当劲 老三在里头 是 我奶奶这边 跨着园子坐着啊 你想啊 一说新姑爷到门 来的亲戚朋友 谁不店里多看一眼 是 呼啦一下 好几十人都围出来了 老爷子 老太太 在门槛里头站着 迎接着 看着 一百多只眼看着啊 嗯 这就是新姑爷了 嗯 车到这儿 站住了 我奶奶下来了 嗯 你先这个 大爷 二爷 三爷 哥 看见了吗 就这个门 今天您进这门 哎 今天只要您进了这门了 往后您就这家 高门高续 哇 啊 大爷 今天叫以文会友 嗯 我知道 您这个字写的好 啊 尤其是梅花转字 嗯 今天进门之前 你得给咱露一手 嗯 写几个字 大爷说行啊 拿笔墨直燕来啊 看这话说的 大街上 刮风暴吐的 哪来笔墨直燕呢 嗯 你咋不在地下滑了滑了 我们瞧瞧呢 哎呀 好好 这主意好 大爷说这没问题 来来来 我给大家写几个梅花转字 哦 大车上下来 对 你瞧这个字 哎 你再看这个字 我 没用四步 他进去了 哎 哦 写了几个字这是 大伙这是瞧着 嗯 老爷子一看 我未来的这个大女婿 文才很高啊 怎么呢 这几个字我都不认得 连那么大爷都不认识 你不认识 大爷进去了 嗯 该二爷了 那二爷怎么办 二爷下来 看了看字 看了看里头 呵 呵 大哥啊 我这才几天没看见你啊 什么 你这个字写的又见长进了 是 你看看啊 嗯 这笔最好 嗯 还有这笔 你看这笔 哈哈哈哈 没四步 他也进去了 哎呀 这回就剩三爷一人了 三爷下来了 嗯 看看字看看里边 嗯 大哥二哥 这个字你就写在地下 让大家来回踩呀 嗯 有辱胜人名啊 怎么办 我给划了啊 就差爷进去了 好 好 好